前年土挖路总理访台 总统蔡英文以军领相迎场面隆重 未来国立中山大学将会协助土挖路设立 海洋科学及工程研究中心 相信透过专业科学研究 我们双方能够共同进一步规划 更多因应气候变迁以及海洋生态保育的方案 我们会继续提供这些共同的价值 与您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与您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与您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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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现在图瓦鲁国驻台大使潘恩纽 在接受周末澳洲人报中表示 有来自图瓦鲁的消息人士透露 图瓦鲁26号举行大选后 可能也会效仿诺鲁转向中国寻求外交城镇 外交再度出现变数 尽管台湾在南岛外交上展现独特的外交样貌 但在立法院担任台湾与南岛民族国国会议员 联议会会长的立委孔文吉表示 尽管我国积极推动南岛民族论坛 签署多项合作 南岛外交上做得相当充足 仍旧不敌中国挖墙角 立委吴丽华也从爱丁堡牡丹社事件 一股返还案例中借禁 认为若以原民外交为主体 有望降低国际干预 站在从南岛民族我们邦交国这边来考量 因为他们有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而且他们很需要我们这些邦交国像台湾这样 中华民国能够给他们一些实质的援助 过去讲的支票外交跟金钱外交 是不是要重新再来检讨修正 如果我们能够以原住民族为主体性 在整个国际外交的干预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力 因此我们特别希望未来在政府的外交上 能够真正的赋予原住民担任正式的外交官 针对图瓦鲁传出断交 外交部也以新闻稿回应 表示和太平洋友邦邦尹吻过 图瓦鲁总理拿塔诺近期也向我国重申两国坚定邦尹 也会继续在气候变迁和再生能源等议题上继续合作 不过中国在台湾选举后动作频频 对台湾即将展开新局面施压意味浓厚 9日新闻李昂布拉瑞亚台北市采访报道